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,新竹县新浦镇公所桥丁6月15日开始搬家,主要是镇长林宝璐希望撑住端午莲甲荡期进行,可以把对民众的干扰降到最少。 林宝璐说,他们计划6月19日,端午莲甲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,民众就可以在新的办公大楼舒适环境中洽工,获得更好的服务。 林宝璐说,原则上新大楼的一楼办公区,除了游客服务中心要再持半个月,6月底才会正式开张,其他跟民众最相关的民政、农业观光、社会客都将先在一楼提供服务,跟民众不较不相关的客室如建设、行政、财政等都将放在二楼,这样乡亲不用爬楼梯,公所内部的运作也比较不会受外干扰。 至于三楼则是大型会议室,可以提供比较大的聚会使用,而替新的办公大楼终于要开门见客庆客,公所也规划在7月份搭配一年一度的水梨节,将举办新赴宗赐乐团的演出,也算是替这个乐团成立周年做庆客,同时让乡亲看看这一年来的培训成果。 三楼